英雷王早前 抱怨習近平代表團沒有禮貌 對習近平來說 的確不是一件很聲望的事 原來在英國人的心目中 他的聲望真是零的 英國有個網上調查機構 最近發表全球聲望最高人物名單 網站在30個國家地區收集提名 男女各有20人 另外每個國家都有10位受歡迎的當地人物 一起入圍 即是每個地區最多有30個選擇 結果最高聲望的男人分別是他們 而女人就是這3位 咦?習總明明是貴君吧 為何說他是零呢? 懂得看的當然是看細節 看回每個國家的數字和排名 他在大多數國家都回到榜尾的位置 在英國人心目中的排名更加是賤底 因為調查中沒有英國人選他 那他為何可以晉升前三甲呢? 就是因為他是中國高分穩戰榜首 以及因為網站根據人口比例 加重某些國家對分數的影響 所以你懂得 習總在香港排名低12都算不錯了 慢著 但原來劉華李嘉誠的排名都比他高 他連排名都沒有 好 名單上沒有任何香港的政治人物 反而民間特首周潤發就有上榜 排名第四是聲望最高的香港人 接港人覺得聲望最高的3位男性 分別是他們 很多地方的政治人物都榜上有名 例如美國 歐巴馬夫婦分別位居第一 俄羅斯總統普京 印度總理莫迪 在他們的國家都是最受欣賠的人 那英女王又怎樣呢? 他是超過10個國家進入前五位 在這些國家排名第一 在這些地區就位居第二 總排名第二絕對是extraordinary 不知他最近講完bad luck之後 在中國人心目中的聲望會不會下降呢? 自信 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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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